话说买最低64GB就是准备自己换SSD 不过当入手之后有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速度有点慢但还是可以接受 但后来还是因为需要大容量及减少游戏载入时间 从而决定升级SSD 实地带可以自行更换的M.2SAD长度限制在223里 依据官网预设安装的SAD为PCIe Gen 3x4或是PCIe Gen 3x2 根据金斯顿网页解释PCIe Gen 3跟PCIe Gen 4之间的差别 PCIe Gen 3x4的速度上限是4GBS 也就是每秒4000NB PCIe Gen 3x2则是2GBS 每秒则是2000NB 又根据国外论坛上网友的分享 Steam Deck预设安装的512GB SAD的读取速度为 每秒约2300NB 写入约1100NB 也就是说 我也辅替Steam Deck预设安装的SAD速度 有到PCIe Gen 3x2的上限 达不到PCIe Gen 3x4的上限 同一篇的网友也分享PCIe Gen 4的2TB WD SN7 4里在Steam Deck的测速 SN7 4里在WD官网标示的速度 读写在每秒5000NB上下 网友实测出来的速度大约是6成 这就是说Steam Deck的M.2是PCIe 3的规格 所以去追求PCIe 4的SAD 依然是价格比较贵 速度也上不去 还有发热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掏了WD SN530 512GB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先入手1TB的记忆卡 关于升级记忆卡 可以参考右上角的影片 如何升级Steam Deck的MicroSD卡 并转移游戏到新卡上 我的想法是把游戏装到记忆卡中 要玩什么游戏再转移到内建的SAD SN530 512GB到手后 我先接到外接盒到Windows测速 由于有限格式化 同时也有少量的通电与使用量 很可能是杀漏下来的二手零件 这没关系 因为2230保证全新品 基本上只会更贵 能用好用就好 基本上我的经验 SAD都比使用的机器长寿 但是SN530听到外接盒发生很诡异的事情 我总共用了四个外接盒 其中一个外接盒不认SAD 另外两个得到只有100多MB的写入速度 后来我想起我还有个奥瑞克的外接盒 再次换到奥瑞克外接盒 才得到USB 3.1 Gen 2的速度上限 我猜是前三个外接盒晶片跟SN530不相揉 或是不完全相揉 这种情况在之前用金士顿或三星的SAD都没有发生过 接下来要先移除记忆卡 如果没有移除记忆卡 打开背盖过程可能会损坏记忆卡 继续拆机安装 拆机就是移除背面八个螺丝 然后慢慢敲开背盖 还有一片金属盖 这里要移除包括贴纸下的一颗螺丝 以及其他两颗螺丝 打开金属盖之后 SAD的安装位置在这里 这里建议电池电源也要先移除 安装完成后 注意也要重新安装电池电源 然后我是把背盖先装上 但是没有锁螺丝 等到复约系统完成 再把背盖螺丝锁上 接下来要制作复原随身碟 先到官网下载还原印象档 然后在Windows利用Rufus制作复原随身碟 Rufus会预设再入随身碟 接下来要选取从官网下载的还原印象档 其他才预设继续点击执行就会开始制作 接下来把随身碟插入官方基座 然后点击一辆-于电源按钮开机 然后进入选择开机硬碟选担 这里要选择EFI USB Device 这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 所以SteamOS已经安装好 继续会进入SteamOS的桌面模式 这里有四个选项 我这里点击于ImageSteam Deck 这会重新安装全新的SteamOS 旧资料不会被保留 结束后继续点击Posit按钮 接下来重新开机记录幻影画面 但由于萤幕录制出了问题 安装没有成功 后来把HDMI线移除 后续才安装成功 最后安装完成就会出现初始的开机介绍教学 继续到设定储存空间查看 内部磁点机总空间为463.4GB SteamOS重新安装完成 重新安装记录卡之后 一开始记录卡并没有出现 我切换到桌面模式查看 记录卡有载入 然后我检查是否有挂载到Steam 结果是没有 重新挂载后可以使用 但是见不到原本安装的游戏 我原本以为记录卡可以直接转移 结果还是不行 看来目前Steam Deck 如果要保存游戏最佳的方式 还是利用外接硬碟 如何利用外接硬碟 可以参考右上角的影片 如何利用KDE Partition Manager 格式化Steam Deck的外接SSD 结果我决定重新格式化记录卡 然后游戏重新下载 因为不怎么想重新把64GB的EMMC装回去 另一个问题是我目前可用的 外接硬碟的容量也不够 所以干脆重新下载 总之下载到隔天才完成 最后利用KDiskMark特殊SN530 先利用Discover安装KDiskMark 安装完成开启测试 结果读取可以达到每秒2394MB 写入1746MB 符合SN530的速度 升级SSD后 Steam Deck的运作更流畅 游戏再入时间也减少 但是变得更热 似乎也更耗电 所以或许SSD的规格是PCIe Gen 3x2会更适合 但是PCIe Gen 3x2的大容量 SSD现在已经很难买 至于PCIe Gen 4的 SSD装到Steam Deck的速度只会稍快 我猜也会更热 这对用电池的荧幕装置来讲 并不会是好事 有可能会减少掌机的使用寿命 但由于SN530的发热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所以我没有拍摄安装前后的温度差别 倒是这温度差别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这两天气温比较高 所以感觉比较烫手 总之买了安装好就继续又下去 如果有发现大问题 就会再拍影片分享心得 这支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排队 未来会继续推出电脑软体相关 以及城市设计教学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分享